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带您来看到的是11年换来的甜莓果实 在台北水源路我们看到的这个自办都更老房子 每一户只要交出600万就可以换到了二三十平 崭新的房子还付车位 这一面魔镜照出了什么都更的真相跟内幕 还要带您来看到这一桌子非常非常疗愈 这是什么各式各样的杯原子 我们要带您看看小小这个杯原子后面藏着多大的商机 在日本居然有这么一家专做杯原子的公司 他们一年可以赚进超过5亿台币 人很多吗 没有 只有10名员工 好可怕的一家公司 一开始请亲黄带我们来看到太阳花的战神 凡神林非凡要结婚了 喜事一桩 搞到乌烟瘴气 原来是警察局居然要派出连这样的婚礼都有所谓的执勤勤勤 这执什么勤 什么样的名目啊 没错 这个林非凡要结婚本来是好事一件 可是没想到因为这样的一纸公文出来之后 引起大家的这个愤怒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看这公文里面怎么写 光是从这个公文的title 很多人看来就觉得不以为然 为什么呢 叫做0611专案 318学运成员林非凡于严市牧场举办婚宴警力部署表 你看人家结婚 你去部署什么警力啊 对不对 今天又不是说你接到帖子 要去共襄盛举 你去部署警力执行情务 没错 所以这是什么呢 这是很多警员看到了之后不以为然 然后把它上传到脸书上面来 你看上面写什么 这警员真的很生气 他说报告署长 为什么学运成员结个婚要派港 同事自己结婚都不派 搞什么 直接一个po文 把公文po到了署长在专用的人数 然后你再看看公文里面这个指挥官是谁 指挥官就是分局长自己 然后他的副指挥官就是副分局长 然后上面写一个 预估人数竟然写说是300到400人 吓死人了 你今天要派出400个去帮他维持警力吗 这个人数这么多的警方 这根本是总统规格有必要这样子吗 后来他们这个彰化分局就有出来澄清 澄清说不是啦 他们是预估到场的宾客有三四百人 他们不会派这么多人去啦 吓死人了 所以400个警力如果成真的话 除非是小英总统要来 要来恐怕也没有劳实动众到400个人这么多 没有错 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在警察里面 大家就不以为然嘛 你看很多警察纷纷表示他的意见 比如说你看难道晚上还要派警卫守动房吗 基层远警还不够忙吗 以后大家结婚都可以申请警察当全民保镖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 出在说像这样的警力的部署 你必须要是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你警方接获 可能有成情抗议的这样的情资 会发生冲突 所以你去做这样的部署 那第二个是什么 当事人可能自己有来申请 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这个是林非凡发的脸书 林非凡怎么说呢 他说他声明从未要求 更不会要求警方来替我们婚礼 进行任何协助 这我跟大家来报告解释一下 前面提供这个所谓的成抗的处理 那个人数可能警力的人数多到可能保一保五 那个警车一车一车载过来 我们常常看到在凯道去维持警力的是第一类 第二类婚伤喜庆 我们也不是没有看过警察在那边指挥交通 你要提出申请 那顶多也就是一两个人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而且林非凡已经告诉你 他没有要提出申请了 所以没有嘛 那你第一类你总要讲清楚 然后你看彰化县警局的副局长 他出来讲话 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139线道平常就是交通要道 然后平时假日都会派警方去维持交通安全 他说有这个婚讯经过揭露之后 怕有不同意见的人会到场支扰 怕他到场支扰 所以要先规划情务 避免治安事故发生 这就是关键了 今天如果你有任何的情资情报 说有人会来乱 那你告诉我你情报在哪里 对 没错 你要去查情报在哪里 情报在哪里 要不然就变成一种警力浪费 所以你就看到 常常替警察讲话 则是叶玉兰就出来 他就说了 他就说台湾的警力已经是严重不足了 而且他们就常处于什么 超时过劳的状况之下 那有限的警力又超时过劳 你还调派去什么 去做这样的 去帮所谓的婚礼 去维持他的治安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他说千万不要让警察觉得什么 狡兔死走狗烹 我们这么努力了 然后你既然让我们只是去什么 去做像这样的婚礼的所谓的工作 可是好玩地方在哪里 像这样的一个资讯 这样子闹到现在这个程度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至少告诉你的情资在哪边 说你是要派警力去的 结果没有想到 彰化献警局现在竟然告诉你什么 他说在网络上流传的 这个部署公文虽然是真的 但是他没有经过长官的核准 不是正式的公文 然后他们要做一件事情 你问上他要去做检讨对不对 对啊 你要说明 要解释 好 我告诉你 他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要去追究 看的是哪一个人的责任 把公文泄露出去 我真正烦掉 各位 这件事还有另外更吊诡的角度 你去想 林飞凡这个凡神他要结婚 他自己非常低调 他低调的不想让你知道 我在哪里什么时间去办婚礼 他就是低调到几点 没想到被一张这样的公文 想必是刻意丢出来的 搞得变成天怒人怨 没错 他可能就是被刻意丢出来的 然后呢 我觉得这里面最好笑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们在做这样的规划 竟然完全没有人去跟林飞凡方面 做任何的接触 问人家说你有没有需要 那你就片面做了这样的规划 结果这个规划呢 现在一出来之后呢 本来可能不会发生的情资 搞不好就真的会出现成真的 再过几天就是警察节了 有一段画面 在网路上这几天被热议着 这是台南市警察局 做出来的画面 等一下我要给大家看 里面的主角呢 就是2012年 隔着两道门 要去弃捕毒贩的林洪心 这位优秀的警察 子弹从里面飞出来 中了他的要害 他就这么离开我们 就在执勤的任务上 宝贵的性命 这是我们的玻璃师大人 请看 这个节目让我们感到非常地宽宏 这个是一个精心尽力为国家奉献的远镜 警察的人力已经很珍贵了 你要善用 林洪欣是什麼呢 是因公殉職 可是呢 還有一些警察是 他沒有殉職 可是他身上已經造成 一些肢體上的障礙 那還有更多是什麼呢 因為工作超時過勞 而倒下的遠景 我是真的建議 我們的政府要好好想一想 珍貴的警察人力 怎麼樣做更有效的運用 不要一些有的沒有的場合 你通通都是找 這些珍貴的遠景人力 去調柱在那些場合上面 所以講一句話 會當時做人生決定 來當玻利市大人 沒有一個怕辛苦 但是他們希望 在沙場上 用這樣的方式 對國家做出貢獻 我們當然希望傷害 多一次都不可以 但是 類似這樣子的人力的運用 你能說 不是浪費嗎 好 進一步呢 我們要請蔡總 帶我們來看看 房市今天的關鍵字 地上權 為什麼看地上權 過去說 搶救房市票房 地上權被認為是萬靈丹 把門檻降得低 再更低 現在難道變成票房毒藥了嗎 靜想 活心健商 你買房地價漲 沒關係 建商幫你吸收 這時候的建商跟買方 站在同一陣線 有這麼好的建商 要好好講一下 昨天華顧的股東會 在股東會的現場外面 來了一個華顧新天地的自救委員會 抗議啦 對 抗議什麼 抗議什麼呢 我們來了解一下 華顧新天地大概在台北市的捷印景美站附近 那土地的所有人是國產署 對 那70年的地上權 面積很大 1萬坪 重點在這個地方 600戶 總共600戶 當時你要根據規定 公告地價的3.5%繳地租對不對 沒有錯 好 那異估大概那時候是6.5萬 但後來地價漲了 跟著漲了 現在異估2017的交入的時候 9萬 暴增3萬 住戶就痛了 我跟你簽約 我就是因為錢不夠 我來買地上權 結果我便宜了房價 結果貴到了地租了 好 那地上權的話 你這個產權沒辦法分割 是 沒辦法貸款 是 好 所以就抗議了 要退租了 成立了自救委會 還好華顧公司派 你看總經理洪嘉森 很明快的 是 幫住戶吸收 未來10年的負擔 未來10年 也就是說動漲 今天6萬漲到9萬 漲出來3萬 就這公司都幫你吸收了 對 但是 真是佛心來的 我們繼續的追蹤下去 是 背後的真相 是這樣 你看 華顧因為是上市公司 它去年的營收 很厲害 117億年增56%創下 成立27年來的新高 大豐收的一年 去年很多的建商業績 真的是不行 人家的美股盈利 EPS 9塊 股票就很高 好 那是去年的 我們要看一下 今年它的營收 5月份最新的數字出來 4.08億 對 還不錯 年增1.4倍 對 問題是 後面 6月下行就是這個案子 對 華顧新天地的總銷130億 即將交污漏 所以 華顧新天地在公司來講 變成下半年的一顆業績引擎 它要賣得好 才能夠乘勝追擊 好 所以我們要幫它算盤打一打 現在幫600多戶繳 多出來的3萬的地出 對 那一年就要1800萬 10年1.8億 記住這個數字 我們假設 當然我們這個假設誇張一點 假設600戶裡面有3分之1 200戶的話 我不交屋 我賠 我賠15%的違約金 那這樣的話 你總價1000萬一戶的話 你大概這個違約金 你能拿到3億 3億比這邊1.8億 好像表面上好 問題這個房子 人家不買了以後 不交屋 你就回來華顧個公司 那等於你就有20億的地上權 套牢在這個手上 這樣我懂了 所以今天綠色這個框框 就告訴你說 我可以為了這塊餅 掉幾顆芝麻沒有關係 但是藍色這個就不太妙了 我今天如果為了賺幾顆芝麻 我一整塊餅我就失去了 好 我們再次強調 華顧是上市公司 對 他不是面對他的客戶外語 他還有廣大的股東 是沒錯 你想看 我假如說 這個20億的營收 華顧新天地掉下去了以後 下半年的營收就不行 就沒有辦法維持去年的百億 我把它算一下 今天股價的縮盤 市值是190億 對 我隨便啦 因為業績掉下來以後 營收不好了以後 是 我隨便股票跌1% 就1.9億 就比那邊多 萬一跌個10%就19億 那你算盤打一打 你會選擇什麼 我退一步講 華顧他做出了這個決定 你看他吸收10年的所謂的地租的價 這個所謂動漲 讓它動漲 他付出了1.8億 他讓我來客戶 我覺得我符合契約精神 我沒有當時兩年前跟你簽 結果你給我漲3萬 讓你可以這樣安穩的住下去 問題是我們進一步來講 今天如果說地上權這樣子 買華顧的 買更多地上權的人 有多少是投客當時看著這股風上去 這股風下來 交地沒有要讓 對 沒錯 我們相信華顧新天地 應該有不少的投客 那這些投客的話 現在假如不交屋的話 馬上他的營收就掉下來 但是為什麼投客對地上權 青睞有加 因為過去的勝利方城市 可是這樣 我們舉兩個案子 內湖四起的重劃器派XXX 這個地方開車一下去 Costco 大倫巴的賣場 機能都很好 你看當時開四七到51萬 然後現在你看一千 總價是一千兩百五十萬 每瓶有53萬 這個只是地上權 但是比當時的開價漲了多少 14% 還是賺啊 你還是賺 可是我要買房子的人 這個價格還是甜 你內湖來講 四字頭五字頭 還是算甜滋滋的 好 一個台北火車站 是附近的大同區的插站 這個是一個 牢的地上權的案子 當時是35到40萬 現在總價將近兩千萬 有人拿出來賣 重點 屋裡已經七年了 它這個地上權是到2054年 算一算從現在到來 只剩37年 其實它的時間價值是在遞減 但是你看 它還是開到46萬 比當時的 還是溢價32% 所以投客講 你看嘛 你看嘛 這些的地上權 已經很低價 我再加價去買 再把它炒高 你看 現在還是有很大的賺頭 你看看 當時風是這樣吹的時候 投客去搶進所謂的地上權 怎麼買 怎麼賺 這個溢價三成多 還蠻嚇人的 但問題是 你覺得便宜對不對 它入手的時候更便宜 結果你買進去的時候 要考慮一點 就是你剛剛講的地豬 哇 這個東西一層一層撥 要撥幾年 不是10年 要撥70年 這個地上權的這個東西 老實講 這種產品 有時候還蠻複雜的 有時候你搞不清楚 你買這個地上權 是擁有建物的權狀 這個就比較OK 或者你只是一個類似 使用這個建物的一個權利而已 我們來講一個林先生 他在十幾年前退休的時候 他就想到 以後我就地上權這個案子 我可以接受 當時推出一個台灣最新的 然後就跟老婆商量 我們來花了1200萬 買下41瓶三房的住宅 大概地上權是50年 他說夠了 我這一輩子就住這個 應該是夠了 問題進去了以後 因為他當時沒有做好功課 地上權搞不清楚 他就很懷疑 他這個社區裡面的游泳池 照道理要給住戶來使用的 沒想到建商 把它租給旁邊的健身俱樂部 所以收租金誰收 建商租 收了 但是這個權利 本來應該屬於地上權的這些租 對 這是我們的公社的一部分 還有更惡奇的 你看 他也懷疑 你把這個出租的 地下的45樓的停車位 這個租出去 老實講收的這個租金 也是建商的 但是這個停車位 有可能灌進了住戶的買家當中 所以他們就住戶 就是跟建商告 告了以後到目前為止 這個住戶都沒有勝數 好 我們講到的地上權 我先請教一下葉老師好了 這個林先生遇到了 這樣的麻煩事 你問我的話 我會覺得地上權就是土地是政府的 那上面的建物是我的 不是這樣子嗎 是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這一次因為華顧新天地 這個個案 我們把這個案子 再盤得更清楚一點 其實它就是類似精湛這樣子 我們以為地上權是政府的 房屋的所有權是我們的 現在發現不是 房屋的所有權是建商的 你是跟建商取得了70年的 這個所謂的使用權 他在建物的登記裡面 在政府的登記裡面 是把建物的所有權 登記在建商這裡 這樣子的意思 那如果所有權是建商 我要怎麼去跟銀行貸款 對啊 所以所有權是建商 你沒辦法跟銀行貸款 所以現在要跟誰貸款 跟華顧貸款 所以華顧可以還跟這個承購戶 做20年的貸款的生意 你看他公告出來的利息 是2.16% 你想想看華顧把600戶 拿去跟銀行連貸 鐵定是比2.16%便宜 因為我有房子 我有土地 跟你貸款一定是1.多% 這個部分他還可以做 20年的一個生意 我覺得是這樣 這一次當然不是只有這個個案 未來只要有地上權的個案 消費者一定要注意 第一個 所謂的地上權 你要看清楚 你的建物是不是擁有所有權 還是使用權 這一次當然完全是因為房市反轉 房價下修引發的一個 所謂的糾紛 如果說現在房價上漲 大家都覺得買得賺 我就一直賣掉 我趕快交換 剛剛大同區 還有內湖 是 所以你現在看到 現在這是什麼問題 我們看到第二個問題 他這個房子平均是30到45坪 也就是說他房價在1500到 所謂的2200萬左右 各位 我剛才已經反推過了 這個房子基本上你是來租70年 然後每個月花多少錢租金 土地的地上權的租金 再加上建物的 你又花 譬如說你45坪 花2250萬跟他買 除上60年 除上12個月 你等於一個月用26000來租這個建物 然後你跟政府用7500塊租這個土地 也就是說這個房子你一個月是用34200在租 這間房子 70年後不好意思 跟在大陸一樣 跟香港一樣 房子就要還給建商 還給政府了 你是沒有的 你現在搞清楚有沒有 你去租一個70年的房子 然後一次把錢付清 沒有 先貸款 結果是這樣子 如果你不想要得到這樣的結果 未來你在面對所謂的地上權的房子的時候 你一定要看清楚合約 因為這個合約跟金站是一樣的 其他是不是比較如此 我不知道 但這個個案我們看清楚了 結論是這樣 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 謝謝老師 所以在地上權的購買與否思考上 可以給消費者什麼樣的建議 在幾年前預售的時候 就有好多一次買10戶 20戶的網友問我可不可以買 好 然後我當然說不要買 不要買 可是最後他們還是買 好啦 十至今日他們也這樣問 他們還是問我說怎麼辦 怎麼辦 他們是大團結跟建商抗爭 因為這一次幾乎所有的投資客 都是幾十戶在買 所以華顧得罪不起 因為這些萬一得罪之後不得了 以後華顧可能就不好賣房子 至少他手上這一批投資客 通通都不會跟他買房子 反而會跟他做一些假日上的抗爭 所以華顧為什麼要屈服在 給他那一點錢 一個月多 一年補貼3萬塊錢 這是前所未有 所以這一次的去拉布條抗爭 是也非常罕見 就是自助客跟投資客 站在同一個陣線 去跟建設公司劃跑了Camp 對 而且主要還是投資客 找了議員 找了地方勢力 去跟華顧說 因為華顧其實在法律上沒有錯 但是房價真的跌兩三成 他們吃不起 好 燕利帶我們要來看到的 這是等了11年換來的甜美果 一戶只要拿出個六百萬 薪鐵鐵三十坪的房子 又掛車位 就讓你住了 他們怎麼辦到的 對 沒錯 就是對很多人來說 如果說你有一間老房子 可是又擔心住得不安心的話 那都更可能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選擇 好 最近被大家熱烈討論的 這個都更案就是水源路四五期的 整宅都更 昨天上樑囉 明年就預計可以完工了 為什麼這個案子這麼特殊呢 最主要 這個都更案都更之前 有178戶 而且沒有任何的建商介入 他們是住戶自己完全 自己來整合 那自己招標來找營造廠商 而且錢不夠怎麼辦 就跟銀行借錢融資嘛 就沒有想到住戶百分之百同意 現在有新房子可以住了 那這個建案這個都更的一個 這個建築師他就說 因為沒有建商介入 所以平均每一戶就花六百多萬 而且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最大好處是你都更之前 每一戶只有八到十坪 都更之戶 都更之後 每一戶可以分回二十到三十坪 也就是一坪換了兩坪之多 都更之前你的房子是沒有車位 沒有電梯 都更之後不僅房價上漲了 又有車位 又有跌替 所以大家都很開心 這個案例 真實案例 這個Mega在這裡 有沒有建商介入這件事情 不是說建商介入不好 而是有太多太多案例 跟新聞爆出來 是因為建商介入 基於你分幾層 我分幾層 我懷疑你呢 又跟住戶畫拔拉卡 裡面又開始做案盤 就很討厭 現在對不起 來蓋我的房子 你只能賺我代工的錢 你就負責給他蓋起來就好 你也分不到半坪 對 沒錯 那為什麼呢 觀眾朋友一定會說 那難道都沒有其他的住戶不同意嗎 確實還是有 那最主要是因為呢 他們這個所謂的一個都更的委員會 是由一群婆婆媽媽自己組成的 所以呢 不停的溝通 甚至呢他們去針對一些反對 或就跟他解釋 其實我們蓋好之後 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大家彼此雙贏嘛 所以才能百分之百同意 婆媽就是不一樣 我跟你講 婆媽她兩個特色 一個就是 她不會跑 她就在這裡立地生 跟第二個 她切而不捨 對 所以這個案子能夠成功 確實有她獨特的一個地方 不過呢 話說回來 都更之路真的很漫長 像是專夢和莊老師呢 他就提到都更治案難刑 至少有五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當然就是政令宣導 不夠啦 包括什麼建幣率 容積率 對很多民眾來說 這是什麼挖鉤 這到底要怎麼計算 跟我的權益有什麼關係 其實政令在這個部分 真的是宣導不是那麼完整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坪數計算認知差異過大 到底是一坪換一坪 一坪換兩坪 還是一坪可以換更多呢 對 彼此之間 各懷鬼胎 沒錯 第三點 都更的流程太複雜了啦 快一點的話七到十年 慢一點二三十年 特別是大家記得 我們之前節目裡頭講過 正義國在花三十年才 都更成功了 我等到花都卸了 要都更的老房子 房子能等 人不能等啊 對 那第四點 外在因素介入干擾 包括有一些有利人士 民意代表 甚至黑道 如果來介入的話 都會讓整個都更的過程 變得更複雜 對 第五點 當然就是人性的弱點 都更戶都想多換一點嘛 街上也想多換一點 那當中怎麼取得平衡 這其實也是傷腦筋 其實也是因為 莊孟漢老師提出的 這五大原因 你進一步去看 各個都更的土地 地皮 暗場 最後只差最後辦理路 就是什麼 丁子戶 沒錯 你看你真的 對心肝 如果從建商角度 我怎麼就拿不下你這一層呢 對 所以提到丁子戶 很多人就會說 就是因為他們太貪心了 所以都更才沒有那麼快 能夠順利推動 可是對很多的 丁子戶來說 其實是我們被建商騙 他們覺得真的很無奈 我們來講一個真實的 一個故事 鍾先生 鍾先生他們一家五口裡頭 有兩個就是市場朋友 真的生活很不方便 鍾先生跟鍾太太就賣檳榔 賣彩券 所以他們其實從雲林 來臺北打拼二十幾年 真的很認真 工作很辛苦 終於存了一筆錢 在民國七十四年的時候 花了一百五十五萬 買在位於永春站 忠孝東路五段附近的一個公寓 那當然有自己的一個房子 很開心嘛 對不對 可是沒有想到 一直到民國八十七年的時候 一切開始變了掉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那一年有一家建商呢 就拿著一份文件來找鍾先生說 你們房子太老太舊了 住起來不安全 我們來和建來都更好不好 鍾先生一聽 哇 有新的房子可以住 那當然好了 鍾先生立刻簽字了 可是等到鍾太太回來的時候 鍾先生跟他講的這件事 鍾太覺得不對喔 房子的名字是我的 你幫我代簽 這個過程好像怪怪的 那不對吧 你應該是找鍾太啊 對 所以一開始鍾太就覺得說 這個過程好像有一些很值得 在討論的一個細節 所以聽到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鍾家從頭的一開始的開始 就在這個時間點 他沒有要說極力的說 透過都更和建 多佔你一點便宜 他一開始就沒想透過當釘子戶 去要到更多的利益 沒有喔 沒有 他們只是覺得說 過程似乎不是那麼透明 到了2009年的時候 突然冒出了另外一家建商 叫做深叉的一個公司 這家建商說 他們是原來建商的子公司 可是他們拿了一份新的設計圖 跟鍾先生跟鍾太太說 這是新的設計圖 設計得更好 你們會住起來更開心 更滿意 可是鍾先生 鍾太太覺得 新的設計圖看不見 跟原來不一樣 那到底對我們來說 可以分到多少呢 我們也搞不清楚 前面那一張你要找我 你居然找我老公去簽 我已經打一個問號了 你居然又呼呼的不準算 還要叫我簽第二張 我更懷疑了 對 所以鍾先生 鍾太太太就沒有簽 就成為建商眼中的盯子戶了 好啦 可是呢 到了2010年的時候 因為建商他們有申請到 所謂的一個拆除的一個執照 所以他們真的來拆了 那當場也來了警察 為什麼警察要來 因為警察說他們要維持現場的秩序 他們認為有些定職戶 應該會有一些比較激烈的 一個抗議的行為 剛開始他們是採 鍾先生 鍾太太他們家 家附近的一個鄰居 結果沒有想到 整個拆除的過程當中 當然鍾家也會受到一個影響 包括他們家的水電瓦斯 跟第四台的管線都被破壞了 鍾家就覺得說 你們都沒有真的我們的同意 你就要把我們家的鄰居 還有把我們家通通都拆掉 所以他們就跟警察申訴了 警察剛開始是受理的 可是後來警察發現 鍵上有拿到拆除執照 所以後來警察就不理他們 可是問題是 包括鄰居還有包括他們家 其實根本都不能住人 因為全部都是裂痕 謝謝彥莉 我們聽到這樣 都庚 釘子戶 從不想當釘子戶 到被推上火線 最後他當然不能落這個款 最後他終究變成釘子戶 我來請教一下 四位 回到剛剛那個水源路 他們自辦都庚 六百萬換成一間嶄新的房子 我覺得好像一面照妖精 他照見了兩個事實 我看到的是六百萬 哪有這麼小 第二個 整合上 他們為什麼辦得到 因為他們運氣非常好 沒有被任何的投資客釘上 任何的都庚 其實立志所趨都庚 在台灣一定會失敗 現在目前內政部 在很認真在推都庚 然後你說花資場是我們的好朋友 然後也是非常的認真做這件事 可是我還是要教他冷水 在台灣你只要任何有利益出現的都庚 就一定會失敗成100次 不管說你以前是都庚1.5倍 2倍 或甚至說你現在目前新的老物更新 只剩1.3倍 還是會失敗 因為你有1.3倍就有利潤出現 利潤出現你就擺不平 因為我有網友問我說 我才剛裝潢50萬的裝潢 然後隔天房子就要都庚了 那這50萬找誰要 沒有錯 他才說他可以不要做 就像燕利講的 你逼他成為釘子物被人家罵 那何必呢 因為他根本也沒有要搬 或者是說他本來就覺得 老房子住得好 你幹嘛拆我的房子 何必要都庚呢 所以如果說假設你們家真的要都庚 我請你們做一件事 第一個 去找律師 因為所有的法律合約都你看不懂 你就去把它看懂 找律師幫你看完有都庚經驗的 然後第二個 如果有建商 開始要買下了這一層樓 你被聽到有建商買這個的時候 趕快裝監視器 因為開始會有破壞出現的 好 第三個 如果說今天開始才條件的 拜託開城不公 一樓的條件跟十樓條件 都要一模一樣 你們才會成功 否則到時候 有某一層被拆掉了 你都不知道 好 謝謝 楊老師給我們什麼建議 是 我覺得要給婆婆媽媽 一個很大的鼓勵 在政府推動都庚 這麼不容易的情況下 而且碰到這麼多難題 他又不主動出擊情況下 這一棟能夠順利的完成 我覺得真的要給他們掌聲鼓勵 另外就是說 剛剛這個是不是沒有投資客出現 我沒有那麼樂觀 基本上還是有 那他們 你看 他們原來住8坪到10坪 現在都庚之後變成室內 有20到30坪 也就是說權重有30到45坪 你知道它的價值從多少嗎 它可能幾乎等於0 因為根本沒人去住 80歲阿嬤怎麼爬上去 那五樓的公寓呢 那怎麼辦 所以他一定要這樣 你看他現在有電梯 有車位 然後那個房子 變成1800萬到2700萬 你給他算了一下 在水源路那邊的地價 對 沒有錯 我都幫他算過了 它的價值已經就這樣呈現 整個生活品質改變了 生活品質改變了 也有居住空間變大 成長的記憶跟感情都在 事實上在地都更是一個 最好的一個改善的一個方式 這件事情 其實政府要再用一點力 因為都更沒有公權力介入 剛剛史未講的那一些 有的沒的介入的情況 事實上它本來就存在 我們不能假設這個社會 完全沒有蟑螂 沒有細菌 它存在是很正確的 但是我們如何去有效的去排除 去調解 這是我們政府應該要 更著力的一個地方 才能改善我們人民的生活 再來我要給大家看 最近被熱意非常 我說詭異的一則新聞 為什麼 小元要帶我們來看一看 很多人喜歡去日本玩 去沖繩玩 回來之後居然行李被查扣了 什麼微禁品也不是 居然是查扣扭蛋 這背後到底什麼玄機 好 扭蛋的話 對我們六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似乎來說 是共同的回憶 好不容易沒有代購的東西 我們小時候的時候 不是玩扭蛋是扭什麼 扭巧克力 扭口香糖 扭口香糖那些 現在年輕人的扭蛋扭什麼 扭這一些玩具 所以很多人去日本的話 都去扭蛋 扭一些玩具回來 那就發生這個事情 就在最近 你知道有台灣人跑去 日本人 日本就玩了 然後玩一玩想說 帶一些經驗品回來 就一扭扭了200顆的扭蛋 帶200顆蛋要入境 對 那為什麼不行呢 扭了200顆要入境的時候 到台灣的時候 怎麼樣 居然被海關給沒收了170顆 沒收170顆扭蛋 他要自己玩嗎 幹嘛 對 那基本上 他200顆扭蛋的話 到台灣的話 他覺得說沒有問題 因為基本上不到2萬塊 所以不到課稅的門檻 對 還不到聲報的門檻 對 還不到聲報的門檻 第二個 他也不是為禁品 不是 那為什麼這個商檢局要去課他 去沒收他的貨 不就是塑膠玩具嗎 好 那商檢局也有理由 震盪理由 他說你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玩具類 所以玩具類的話 按照規定的話 每一次 每一樣 最多只能帶5種 而且總金額 不得超過美金1000美元 那基本上 所以超過額度的時候 才會做查扣 所以他200顆 查扣170顆 沒錯 是沒錯的 真的有沒有 浮起 我今天從沖繩高高興興的 去買了200顆的扭蛋 我要回到台灣 你給我扣了170顆 日本那邊也讓我上飛機了 對啊 那這樣 所以這個人覺得 百思不得其解 不過說實在的 你知道嗎 他們到日本 為什麼會買這麼多的扭蛋嗎 為什麼 你知道我們每次出國的時候 是每次要回來 買一堆東西回來 口袋都是一堆那種國外的零錢 那那時候怎麼辦 要嘛 你就拿回來變成 就丟在那邊 就不知道要幹嘛 要嘛 通常就買一大堆東西 然後把它消耗掉 你再回來 日本人就想到了這一點 你知道嗎 他現在在日本的機場 設了這個你看 一排全部都是什麼 扭蛋機 然後 一排的扭蛋機 根本是扭蛋牆吧 對 所以你看 在東京成員機場的通道上面 171台的扭蛋機 而且100之後不得了了 這個扭蛋的銷量 居然比平常在市場外面 高出了三倍多 大家扭到瘋掉了 為什麼 不只日本人扭 國外的人也在扭 為什麼 因為看一下 中國 英國 日本 韓國 四種語言 通通都在旁邊 他直接跟你講得很白 活用多餘的硬幣來換玩具 這什麼意思 我搶攻中英日韓的所有的課程 你反正核數你要出境了 口袋裡大超你反正不會花 你可能去退掉 留了一口袋的硬幣 你也不舒服 就來玩吧 對 所以說在東京機場 一炮而紅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當初根本就沒有要這樣子擺 是這個東京機場想說 反正這邊空著也是空著 沒有什麼特色 去找這個業者想說 你要不要來一個檔期 給你擺看看好了 說到底 你說的是日本機場的 扭蛋陰謀 對 結果一擺之後 一炮而紅 結果不只冬天成年機場擺 看一下 大阪關係機場 也擺了118台 大家都在瘋狂扭 你知道 只要有零錢 就扭 有零錢就扭 你知道反正 日本這邊業者 收得很開心 反正你就扭 所有零錢都賺到我的口袋裡面 但是接下來 如果你們回到自己的國家之後 如果出了什麼事情 不干我的事 管你被扣了170顆 扭蛋180顆 反正你的口口已經留在日本了 難怪被形容是日本機場的陰謀 等一下我們給大家看這一桌子 這都是扭蛋的戰利品 非常有意思的小玩具 我們來看看 扭蛋的台灣相機有多大 我借用張學友那首歌 愛你越深就越心痛 越心痛 它賣得越好 不要走開 說起來這扭蛋在台灣 也不是啥新鮮事了 六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橫跨三個世代 但最近 它又再一次變成話題了 真的 它最近又紅了起來 到底是為什麼呢 因為兩個字 心痛啊 書情文啊 為什麼扭蛋更心痛呢 你知道嗎 前陣子在這個逢甲商圈 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扭蛋機 這個扭蛋機上面寫著心痛兩個字 它上面寫說 拜託 不要轉 因為轉了會讓你心痛 它是好心的提醒你 你知道嗎 這發生什麼事情 在那個商圈有很多台的扭蛋機 可能這個業者 他那時候賣完了你知道嗎 這個扭蛋機裡面東西都賣完了 他只是好意提醒說 你們不要扭這一台 如果扭這一台的話 真的是會心痛 只是好意提醒而已 結果他不提醒就算了 一提醒完蛋了 引發大家的好奇心 你知道嗎 他想說 好想知道心痛的感覺 想要去扭一下有沒有 就有網友 勇者 第一個去扭了 就扭出來 看一下 舉一個例子來講 扭出來假設是這一顆蛋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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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空的 空氣 空氣在裡面就 已經好痛了 好痛的時候 它裡面居然還有一張紙 紙上面寫什麼來看一下 人生最大的痛苦 就是轉完之後發現 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張份子 好痛啊 這什麼跟什麼 扭一顆蛋要100塊到200塊 你給我一張寫的 這個人生最痛只剩一張份子 我怎麼會動你 所以這個網友氣死了 當下很想要把這個扭蛋機給打爆 然後氣完之後 他把這件事情PO上網路 跟所有的網友講 原本的好意也是提醒他們 不要犯重蹈覆責 跟我犯一樣的錯 結果一PO完蛋了 又引發大家的好奇心了 有多好奇 看一下這張圖好不好 所有人都在排隊 等著什麼 要扭這個心痛 所以我只看到一堆馬賽克 原來他們都是要來挑戰心痛 心痛 對 結果一炮而紅 大家這個葉子 這個老闆想說奇怪 我當初只是提醒 怎麼會紅到這種程度 沒關係 我就趁著這股熱潮 我再加碼 加碼 除了心痛之外 再看一下 心動 心願 心肌 心酸 心肌 總共再加碼了六台 所以讓大家瘋狂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很想要再試試看 可是就怕又心痛了 你知道嗎 結果還是有一個網友 有一個勇者又出來了 他試了另外一台 來看一下這一台心酸 心酸的 扭心酸的就對了 對 你知道嗎 他有這個心酒的奪衝 他旁邊全部有白紙把你隔起來 所以你也不知道 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看不到 結果他又花了一百塊 轉了這個心酸一下 結果 真的很心酸 為什麼 因為這個扭蛋裡面 有四顆化霉 好 你吃下去 你會心酸嗎 所以這個扭蛋機 在跟這些不信邪的 這些朋友在互動 好啦 那有沒有人真的很生氣 踹他一腳 把他捣爛 沒有 不過這個老闆 真的還算是有良心 你看他說 各位親朋好友 感謝你們對心酸的支持 如果真的不喜歡 你可以找這個無臉男 退廢 他旁邊就擺一個這個 所以你還是可以退廢 所以基本上 這樣的一個熱潮 就不斷延續下去 不過說實在的 這樣的一個熱潮 我們必須講 很賺對不對 他們後面其實有一套 成功方程式 不是 他到底有多賺 他比夜市上 像我們昨天大家也講 雞排滷味還要來得轉 是嗎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去夜市或什麼 就會看到類似這樣的一個 扭蛋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空間 扭蛋牆 對 你一進去 大概只有3到8坪的空間 大概就是一個車位的空間 你知道嗎 裡面這個扭蛋牆 有120台到180台 重點是你知道 你進去之後 通常什麼位置最好 你通常就會一進去 就扭右邊這些扭蛋機 為什麼 因為他前面會擺一些 最新最熱門的產品 就很想去扭 所以這邊的業績 通常是最好的 但是最差的在哪裡 通常在最裡面 邊邊這個角落 為什麼 因為只要賣不好的 或是比較冷門的 通通都塞到後面去 這一個位置跟這一個位置 業績差別差多少 你知道嗎 差了無限倍 你在講什麼 差了無限倍 也就是說這邊 那邊永遠乏人問盡 對 舉一個例子來講 這一個位置有可能半年一年 一顆都賣不出去 那這邊有可能 一天賣了幾百顆 你就知道說中間這個 差幣有多大 讓另外你去知道嗎 這個東西 你進去還會發現一個現況 你永遠都有人在那邊轉 永遠都沒有電源 它是一個無人商店 那你一定很好奇 無人商店 我今天如果想要扭這個扭蛋的話 那我要換錢怎麼辦 總是要有人在那邊 讓你換硬幣 不好意思 換錢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換幣機 所以讓你可以去換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你知道它這些扭蛋機 都是日本進口 所以有一些可能投日本的硬幣 醫美不用 你也不用擔心 還有另外一台 可以換日幣的機器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幫你想好 萬一故障怎麼辦 不好意思 旁邊有付一個電話 電話一打 馬上就有人來幫你處理了 我一個員工我都不用 我都不用聘 我也沒有一例一休 我也沒有什麼上班 八小時 九小時 你就給我一直擺在那邊 一直扭就對了 可是當到了一個極點 都賺進老闆口袋 沒錯 所以這個空間他已經步入附下天螺電網 但是說實在 他業績要好的話 種類決定他的業績 因為他裡面比較熱門的產品 包括皮卡丘 包括海賊王 包括Hello Kitty 這些的話 比較熱門的話 賣的會比較好 不過再說一句話 你知道嗎 這些東西的話 你要怎麼樣這樣 馬上扭到你想要的東西 你要馬上怎麼樣讓你覺得說 很想要把這個錢幣掏出來 其實還是有撇步的 有什麼撇步 你知道嗎 這個業者的話 基本上如果你通常 俊昂哥你就知道 如果我們去買這樣任何一個 這個玩具的話 基本上他不會只有一個 通常就一套 五個 七個 八個 對 沒錯 所以你會很想集一套 所以你就不斷地一直投 一直投 可是在這過程 我可能會重複 對 重複怎麼辦 沒辦法 反而就再送人 再投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裡面有可能什麼 有可能限量版 那限量版怎麼辦 通常EK的機器 可能50個機器只有一個 所以如果說專家的話 就說我在旁邊等 如果前面有人轉了 30個 50個之後 我再來繼續轉 我就有可能省了比較多的錢 然後拿到我想要的一個限量版 所以你知道嗎 就算業者部下天羅居堡 還是有專家們 或是收藏者 有他自己的貨幣 然後來收集這樣的一個東西 你不要小看這樣子 小小的空間 你知道他一個月營收 大概多少 多少錢 60萬到80萬 我們去處理他的評效好不好 他評效一評大概是2萬到3萬 這個比賣雞排 比賣那些小吃 還要來的賺得很多了吧 今天我要給大家破解 除了這個60萬到80萬 Costan可以盪到一個 你超乎想像的地步 你以為說總要吃一點電吧 小媛媛帶我們來拆解一下 背後的秘密 這個網友很厲害 他直接搬了一台 回家去拆 你知道嗎 拆了半天 基本上你投錢進去之後 你在偷畫面 你看到投錢進去之後 你要轉一轉對不對 中間是透過他的塑膠齒輪跟彈簧 然後彈下來之後 你再把它撿起來 所有的過程大概是1到2分鐘 可是你要記住 你看他這個機器前後左右 完全都沒有電線 只靠這幾個機械的構造 轉一轉 他就掉出來了 所以你想想看 這個扭蛋商店很厲害 沒有人 然後也不用電 但是可以一直賺你的錢 這個這樣的一個 這個獲勝方程式 真的是什麼樣的小吃 真的都比不上 好 謝謝小媛 帶我們破解這個扭蛋的祕密 今天金文王 同樣為大家邀請到是扭蛋達人 Train 我們有請Train來到前面來 他要來告訴我們 到底有什麼撇步 讓這些扭蛋的粉絲 掏出口袋裡的口口 來告訴我們 扭蛋真的有 我們剛剛這樣破解的 小小一間三五坪 月營收六十到八十萬 你們怎麼辦到的 其實平日的營業額 我就是覺得真的是還好而已 平日大概只有到一兩萬而已 可是如果到了假日 就翻到三倍或者到四倍 等一下 一兩萬一天 你趕快說還好三坪的小房子 然後三倍到四倍的話就是 生意好的時候可以到十幾萬一天 對 所以我們的對比機有的時候 錢裡面塞滿了 它不是故障 它是錢塞滿了 我們得趕快去開錢 或者說扭蛋機怎麼卡彈了 它不是故障 這錢滿到上面來了 所以扭蛋生意是這樣做的 那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一個 自身方程式就是地點 因為會來玩扭蛋的 一定是特定的族群 年輕人 上班族 想要輸一樣的建築 你們怎麼去挑地點 因為你看兩三坪說大不大 對 其實我們會考慮的地點 就在於說交通便利 學生多 因為我們扭蛋的客群 是在十八到二十四歲的 這種分林柱 是 對 反正是小女生 他們最捨得花錢在這玩具上面 他們可能為了要投到一隻小貓小狗 花了四五千塊 他投不到 他在打電話 老闆沒有蛋了 可以再來補嗎 對 然後我們又再去補 他要繼續再扭 那這樣子一台 一個月可以幫你賺多少錢 我們這個機器 因為是台灣之後我們有 所以目前就是 這個估算 我覺得是可能是比較浮誇一點 但是這台可以幫我們 大概賺到四五萬塊 一個月 對 一個月一台就可以賺十五萬塊 四五萬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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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in跟我們講到這個 實在是現在最HITTO的 這是桶型的扭蛋 不過說到底 到現在最流行的扭蛋 還是這個扭蛋之王 杯原子 沒有錯 現在最夯的扭蛋玩具 就是這個杯原子 那做這一家杯原子的公司 一年營收竟然可以做到 17億日幣 你看這規模非常的龐大 那公司很大 人很多 但是他的員工 竟然就只有十個人而已 十個人做到17億 沒錯 十個人做到17億 寫下這麼傳奇的公司 那我們觀眾可能會問 什麼叫做杯原子 杯原子就像各位看到的 它就在杯子的邊邊 這樣一個人偶盤在杯子的邊邊 所以有一句話是這麼形容的 叫做即使退到世界的邊邊 也要死抓住不放手 你看 有沒有就很像 這個杯原子的感覺 所以日本人把這個杯原子 當作是什麼 當作是一種療癒性的商品 這我就想到了 是MAP的草簡剛 沒有錯 因為草簡剛也做過 像杯原子這樣的動作 所以你看這個 你看穿著藍色的OL服裝的 就是杯原子裡面 最紅的杯原子小姐 所以你就會去想說 那到底杯原子後面這一家 到底是什麼樣的公司 好 我們告訴大家 這家公司叫做奇譚俱樂部 他的創辦人是這一位 古屋大櫃 這個古屋大櫃其實是很有趣 你知道嗎 他不是那種從小立志 做大事的人 他是從小立志 我要當公務員的那一種人 結果沒有想到 學校畢業之後 那個事工所沒有缺 沒有缺只好去找別的工作 所以他第一分工作是去做什麼 是去做一個 屋頂建材公司的工作 結果沒有想到在 這個怎麼樣 私下摸魚的時候 發現有一間玩具公司 有個真材廣告 古屋大櫃就很有趣 就想說玩具公司好像很好玩 所以他就跳槽 到了這家玩具公司去 這家玩具公司剛好做的是什麼 他就是做扭蛋裡面的玩具 古屋大櫃在這個公司裡面 從業務一路做到了產品的企劃 那他說做產品企劃 是很快樂的事情 你知道創作一些小玩具 看他在市場上可以大賣 心裡覺得很有成就感 可是隨著公司的人數變多 25個人 30個人到100多個人之後 他發現光是跑企劃書的過程 都把他的熱情磨光了 所以說到底他原來就是 打混摸魚 摸到大白蝦 才吹出後來可怕的扭蛋生機 沒有錯 那我們剛剛不是說 他到後面直接在原來的公司裡面 那個又要寫企劃書幹嘛 拉很長 把他的熱情磨光了 所以在跟朋友喝酒之後 決定要自己創業 自己出來創業的時候 你要知道一開始創業 也沒有那麼多資金 所以也沒有辦法 一開始就讓他做他想要做的玩具 所以他一開始先怎麼樣 先做Halo Kitty的代工 代工了5年之後 終於存到了第一桶金 所以他就去找了一個知名漫畫家 叫田中克己來合作 要合作幹嘛 要做他想要的扭蛋玩具 然後田中克己在日本很有名 為什麼 他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 叫做變態圖鑑 你看這圖上面 有各種這個什麼呢 杯原子小姐 很多奇奇怪怪的知識對不對 所以他就找了田中克己說 要不然你來幫我們做 像這樣子的一個小玩具 然後他也把他這個設計圖 讓員工表決 這個小玩具 到底要用在什麼樣東西的上面 所以他們表決地名本來是磁鐵 第二名是手機 第二名是手機吊飾 第三名就是杯原子 那為什麼第三名的杯原子 會變成他們的這個 後來優先主打的商品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這後面是有個小故事的 這個呢 這個古屋大櫃啊 就是看到想說奇怪 好多的小姐 好多的女生都會怎樣 分享美食照片啊 那分享美食照片的時候 他就想說 那個有很大的容器 如果旁邊呢 有一個小小的美女在旁邊 小小人偶在旁邊 會不會看起來就比較不孤單呢 所以他首先率先鎖定的就是粉領族 沒錯 然後再加上這個漫畫家 他找來合作的這位田中客戟呢 他也有類似的觀點 他覺得每次看人家分享美食照片的時候 吸引他的都是那些餐具 這些盤子 他覺得盤子上面 如果能夠點這個什麼 是不是更有意思呢 所以呢 他們兩個最後一起決定就說 好 那我們就要做杯原子這個商品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一推出來之後 才一週的時間就狂賣了10萬隻 半年之後就要賣出了100萬隻 到現在為止 總共賣出超過1200萬隻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這個 怪怪杯原子 真人版的SMAP的曹簡剛 看看他怎麼在杯子裡跳上跳下 跳到全世界紅塵這一般 不要走開 曹簡剛多帥的一個人 結果化身變成杯原子 我的天啊 對 因為杯原子後來在日本越來越紅 那所以呢 這個日本的這個資深偶像團體 SMAP裡面的這曹簡剛呢 他就模仿杯原子小姐的各種動作 那你要模仿杯原子小姐的各種動作 一定要有基本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要杯子啊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他做一個 大杯子的道具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 曹簡剛就穿著這個淺藍色的衣服呢 學著杯原子小姐做的各種 奇奇怪怪的姿勢 那為什麼會很爆笑呢 是因為他不管做什麼姿勢 到最後的結果都是會掉到杯子裡面去 然後讓自己敬了一身吃 然後呢 大家覺得最尷尬也最好笑就是你看 一個大男生穿著淺藍色的OL服裝 腿髒開開 結果呢 壘絲編的內褲露出來 那觀眾每次都看到這個場面 都哈哈大笑 然後你看到曹簡剛 用了學杯原子小姐的各種姿勢 很辛苦的撐在杯子的周邊 到最後呢 你看他很辛苦的撐著 撐著到最後還是要掉下去 還是要掉下去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太吸引觀眾 說視率太好了 所以曹簡剛呢 連續好幾天好幾集 就掉了好幾集到杯子裡面去 弄得自己一身 我就是因為這組的 高級成員 宵判口 你會不會一住 隨便 喝汁 喝汁 喝汁